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年纪越大,越应该注意心脑血管问题 这东西就像个定时炸弹 一旦爆炸,就会危及生命 而心脑血管最初紧紧头晕,心慌,胸闷,手脚发麻 高血压,高血脂等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症状 所以当出现这些预警,就需要重视预防了 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忠诚药 活血化血栓,通络通血管,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第一个,心脑凝胶囊 这个药可以离气活血化瘀 如果你经常头晕头痛,感觉胸口闷,心里发慌 时不时出现针扎一样的刺痛感 而且平时心情不好,容易发脾气 那就要小心了 心情不快会导致气急瘀质而产生血瘀 血瘀堵在血管就是血栓 这东西就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最大元凶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参考心脑凝胶囊 来离气活血化瘀 第二个,滑驼再造丸 这个药可以活血化瘀清除弹湿 疏通血管脉管 如果你经常咳嗽,感觉体内痰多的好像吐不完 并且总是头晕头痛 并且胸闷,感觉喘不上气,心口刺痛 偶尔手脚还会出现发麻发木的情况 并且身上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 那就是因为体内痰湿太重 阻碍气急流动,导致血瘀产生了 这时就需要化血瘀,除弹湿,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可参考华佗再造丸 第三个,人身再造丸 这个药可以补气血化弹瘀疏,疏通脉管血管 如果你经常感觉浑身无力,没有精神 出现头晕眼花,心慌,心脏不受控制,跳动加快 并且还咳嗽痰多 时不时头痛,心口刺痛 照镜子脸上没有什么血色 指甲,嘴唇颜色发白 并且手脚时不时出现麻木没力气的情况 那就是体内气血虚,气血流动过缓 导致血瘀痰湿生成导致的 需要补气血化痰瘀 这时就可以参考人身再造丸了 第四个,大佛罗丸 可以驱风湿疏经络 如果你总是觉得腰疼腿疼,身体哪哪都疼 并且膝关节疼痛,周围皮肤麻木 疼得不行,蹲下站起都不行 并且心口刺痛,头晕时 那就是风湿侵袭导致血瘀产生了 可以参考大佛罗丸来治疗 总结,以上药物应当在医生参考辩证后 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用药 切勿自己盲目服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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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